槟榔被戏称为东方口香糖 在台湾已经存在上千年了 原住民不但是嚼食槟榔 也常会利用槟榔来祭祀祖灵或者是除瘴器 而到了1980到9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时期 很多劳力工作者就靠着槟榔来提神 连带让槟榔价格水涨船高 种植面积一度达到了5万公顷 也就是将近两个台北市的面积 不过大量嚼食跟种植槟榔的结果 也使得台湾口腔癌发生率全球最高 而国土保育更是受到了挑战 政府因此从2008年开始编列预算 以补助的方式希望鼓励农民费槟榔园 然而政策执行了8年 全台槟榔种植面积却只少了1成5 成效如此不张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97年前其实槟榔大概在全台湾的种植面积 大概还有5万公顷 自排前十大的一个产业 槟榔种的区位跟水源海苗有关系 跟土壤流失有关系 槟榔变成过界老鼠大家很大 破地的保育对槟榔的管理是非常的急需要去推动 镰刀伸长架好使劲一拉 一串槟榔立刻被踩下 这个看似简单的采设工作就是技巧满点 学会了一天的工资可比其他工人多上800元 以前应该有两公顷吧 以前都是收成槟榔 以前这个价格正好的时候 一共应该可以卖到2000块 槟榔园的主人赵崇全 是台湾最大的槟榔供应商 手上有超过100公顷的槟榔园 他说自己是成大电机系毕业 却跑来种槟榔 一黄眼就是30年 外人眼中的高材生选择下乡物浓 看上的就是这一颗颗绿色黄金 在1980到90年代被细称为摇钱树 因为种植檳榔树只需要除草跟采收两个步骤 省力省工 加上檳榔树一次结果达到数百棵 树林更长达四五十年 经济报酬率极高 差不多在二三十年前 因为台湾的那个时候经济是蓬勃在发展 台湾的很多工地 他们的同事劳力工作的 他们几乎每个人上手都有摄檳榔 冰榔一系间占满每颗山头 在当时全台有五万公顷的种植面积 等同于七万座世界杯足球场 创造出超过百亿元产值 这是台湾产值第二代的农作物 仅次于道母 这场超令惊热 却被接链的天载打出原形 1999年921大地震 震垮全台五万一千七百一十一间房子 也让台湾山地大面积土石松动 2001年7月 逃之台风席台 暴雨在花莲凤林江造成 七万多立方公尺山地崩落 监察委员曾指 台湾满山谷的冰榔树是元凶之一 而国际癌症组织也在2003年公告 冰榔果是一级致癌物 外福部那时候开始就是希望说 以国民健康的一个角度 他希望冰榔不要再扩大 那你一定要从源头减少 然后减少国民饺食的这个比例 台湾每年约有两千三百人死于口腔癌 其中有九成是吃冰榔的红醇族 健保每年得支出54亿新台币的医疗费用 国土保育加上国民健康 促使政府在2008年 推出冰榔圆肺炎政策 但仅执行两年 就因为成效不张遭到监察院纠正 直到2013年 齐柏林的看见台湾 让台湾民众再度看见冰榔圆的问题 依照齐柏林的那一个看见台湾的影片 大家就一直认为说破地的保育 那对冰榔的管理是非常的急需要去推动 所以行政院在102年 就去开始在展开这样一个会议 然后我们103年 行政院就核定我们要推这个冰榔管理方案 当时候103年到104年 我们只推了105公顷 我要说实话 那时候成效是很低的 推了两年只有做105公顷 为了鼓励农民肺源 砍掉一公顷的槟榔圆 政府补助15万元 肺源后转种作物再加满5万 然而 根据农粮署的资料 从2008年开始推行政策 到2016年 8年时间 全台湾的槟榔圆面积 仅仅减少8000公顷 占总面积的1成5 为什么肺源计划推不动 康四福是台湾最大茶苗供应商 配合政府槟榔肺源转种政策 他也开始供应小果种苦茶树苗 苦茶树的油茶子压榨后就能制出苦茶油 因为能耐高温烹煮 市场上价格一瓶一两千元 健康高价的特色 让他拥有东方橄榄油的美誉 属于长绿桥木的苦茶树 相较于槟榔的浅根水保能力强 被政府列为造林树种 也成为鼓励转种的作物 但康四福却透露 槟榔农转种的意愿实在不高 他拥有东方橄榄油最主要就是说一生的工 然后不用想去管理 也不用去扶油其他方面的工贵这么多 他一年特别你如果工夫就是 喷两变草一般都喷一变草 然后四肥也一次造油 不用其他作物人说 三次都要三四次以上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自己去修行 就有人那个中华上会来给我们修行 简单好种让康四福在1993年 买下这块1.7公顷的山坡地种植槟榔 那个时候几乎不用照顾 就可以一年进账50万元 但随着国民健康意识抬头 槟榔市场萎缩 现在一年剩不到8万元 康四福决定配合政府补助计划 投资苦茶树 肺原转种加上波地的田间管理补助 让它一口气领到25万元的补助 25万元 我们平壤一年收成8万元 就觉得我现在收到三年的金额 在我们的手头 问题 千冬军开始凑钱的时候才知道 凑钱一家冬就要占2-3万块 而且如果要做更加工夫 把千军还搬出来 一家冬开到来的可能性 这都要几十万块 那15万元都没有人吗 25万元第一年 如果要穿我那种做法 把千军都刷走 还要买工 买工 其实第一年就要开完 看好苦茶树的高产值 康四福2017年转种苦茶树 但转座需要雇用工人砍除檳榔树 苦茶树苗800棵 一万六千元 一年施肥三次 还要除草三次 转种了第一年 康四福就投入超过25万元 这一笔钱对他来说或许能周转的过来 但对很多老农民来说却是无法负担 因为你在平壤树的时候 让你上摆植树当的时候 只要就是5万块 可是一人免购投资 过程当年就是5万块的收益 一人免购投资啊 平壤树一人免购投资 你穿我们隔壁这些 这些给我们农业的东西 一人免购投资嘛 他就当了一种他收益 我干嘛去玩这个 苦茶树的生长期 5年才能采收苦茶籽 8年才能投资回本 这中间的时间差 是导致大部分的农民 却步的主要原因 而政府的肺源补助 最高只有25万元 而且拨款时间长达一年 更降低农民转种医院 像我之前我就申请了 3块的费资 我年初的时候先请了嘛 这位都已经走完了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快年底了嘛 我们的款项还没有领到啦 你那个款项你慢剥的话 有时候农民他的经济 如果不稀可的话 他没有办法破续的工作 这块2公顷的土地 是赵崇全2017年初 申请肺源的槟榔园 现在已经完成整地 搭上网市 洒水系统也拉好管线 未来将会转种木瓜 但补助款还没下文 现在就是卡在县市政府 他不会一件一件的来申请 他会一批一批的来 那因为都是透过工作 那公务系统的作业 就是他收集到一定的量 他才会来中央要求拨款 肺源转种需要的前级投资 是第一道门槛 但后面还有真正的难关 就是农业缺工 转种作物后 苦无人力可可 工作人力 人力有办法解决了之后 我再申请 因为你现在目前的话 我收成槟榔的话 我会当着省工 我这一整片地 差不多有五公顷 我一个工人就可以处理了 处理这些冰榔园 他要净百年呢 至少你要五个至十个 你才有办法把整片地整好 农业缺工 连带使得转种计划受阻 这样的问题 特别出现在山坡地的冰榔园 因为坡地冰榔品质比平地好 而海拔糕 柴果籍避开冰榔盛产的五到九月 使得坡地冰榔的收购价格 是平地冰榔的十倍 山坡地 而且你要种其他的作物的话 你山坡地你有选择性 没有什么作物可以种 因为除了说 你不缺水的作物 或是说 你不怕抖的作物 我们才会 才会选择做其他的作物 如果你在山坡地 要选择汇原的话 那可能是比较低 大部分都平地 肺原多是平地 这使得肺原补助计划 保育国土的美丽消失 但槟榔种植在坡地上 特别是宜林地 或是环境敏感区位 对于水土保持的危害 确实存在着 槟榔的叶 它不是护城里 它像一把破衣散一样 所以鱼打的话 它没办法解流一些水 那么甚至的话 水滴从上面高空打下来的时候 那地表的话 没有被一些覆盖或石楼保护的话 可能就会被冲击 所以说槟榔本身的 它的一个物理的构造 植物的构造 那它当然不是副成林 所以对水滴海洋部来讲 它是没有森林的好 实地走访南投 这里的槟榔树种植面积 是全台第二大 仅次于屏东 我们直击山坡地 一边种植槟榔 另一边则是像被刀切过一样 光秃秃露出土层 面对国土保育 槟榔废原补助还没有见到成效 政策就将在2017年年底停止申请 这一次推了这个计划 我们目前减少的比例 大概已经减少整体面积的5% 我们的执行率现在已经做了 整个冰囊管理方案的目标是10770公顷 就是包括我取缔 跟我辅导转座这两块的总目标是10770 那我们已经达成了62% 全台目前还有4万2千公顷的槟榔园 成为国土危机的前仓因子 槟榔废原目标仅定在1万公顷 却仍然有4成没有达标 政策执行8年 废原速度却是牛步 看在农民眼中 他们有不同想法 因为我们的配套措施就是说 一边凑地的时钟 一边跟災情的 一边在中国800产的时钟 他就有補助到我们25万这个金额 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如果来是说 给他们两个人 当这个政策就是说 我来把冰农手 去我家先来做废杰 废杰有在行动 我们村子的同样可以修行 等到5年的时钟 我们的废杰已经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直接把我们村子 用其他的方式来凑地 政府才来划划划 槟榔废原补助计划 还要不要持续下去 行政院长赖清德认为 应该要延长 新的计划还在讨论当中 回头看看过去的政策执行 横跨蓝绿执政时期 槟榔原依旧 土石流不减 国土危机 仍然存在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